現代法院雖然不是古時候的關押 但是現代包青天也無法想像 法庭上會出現這一幕 有他周一銘無法擺脫陪審員義務的四寶媽 找不到保母帶小孩 只好硬著頭皮帶著三寶胎和四歲女兒進法庭 我只知道這會是一個糟糕的表演 所以我會覺得我會拍攝一些 關於上法庭關在嬰兒車上的三寶 沒有忍耐太久開始集體暴動 四寶媽在家受訪 老公都必須隨死在旁 為小孩淋嘴 讓他們保持安靜三秒鐘 三寶胎在法庭障害一度 打斷法官的提問 因為他們待在嬰兒車裡無聊了 這個媽只能奔向停車場 當著盲目的正義女生面前 幫小孩換尿布 最後一名好心的法警 找了一些小玩具 轉移四個小鬼的注意力 大人小孩煎熬兩個半小時後 才結束法庭任務 這是你當媽媽的雞皮疙瘩嗎 對 雞皮疙瘩我們有很多嚴重的時刻 法律當然是存在的 但秩序又是另外一回事 小孩煎熬